超過4000家科技廠商前進賭城拉斯維加斯 就是為了2024年全美最大的科技展CES 而今年會有哪些新科技呢 就讓我在開展之前帶著大家一起來探先看 精準推開一竿進洞球再自動彈回來 高爾夫球結合AI 3D感測 原端就能透過手機來分析玩家的動作 讓這個場地的部分能夠透過這種機動控制 能夠在不同的傾斜角度或不同的高度 去模擬戶外這種國嶺的形態 居家型智慧高球模擬器 還可以投射到螢幕上面虛實整合 偵測使用者的姿勢和數據 基本上用生成師AI來生成這些資料 所以當寵物做一些可愛的動作的時候 他可以偵測譬如說他翻肚子 吼叫 然後秀他的肚肚 不用擔心錯過貓小孩可愛的動作了 AI技術結合遠端視訊系統 私主不在家也能捕捉到Q萌瞬間 如果是拳擊 握手還是擁抱 這一些在虛擬實境裡面通通都能夠感受得到 因為他們只是直接把AI技術結合到背心還有手套上面 讓你在遊戲上面也能夠有不一樣的感受還要體驗 你看到這裡我們有手指和腿的動作 所以如果你在遊戲裡 你會能夠感受到你觸碰的東西 為了讓虛擬實境遊戲更有實感 戴上VI眼鏡 穿戴上背心手套 在遊戲中觸摸到的物品會震動得到反饋 讓玩家更能夠沉浸式體驗 展場裡面還看到爸爸媽媽的福音 如果爸爸媽媽手中沒有空的話 這個嬰兒搖籃他可以自動擺動之外 還可以輕鬆的用一隻手這樣子 去控制方向 智慧型嬰兒說增加自動化功能 按下按鈕就可以進入到搖籃模式 推起來不會有負擔感 還能夠輕鬆控制方向 推車也設計安全模式 不用擔心心肝寶貝發生危險 用新科技減輕家長負擔 TVBS新聞裡 說你蔡英拉斯維加斯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記憶寶貝